大家可以在这个评论区里面留言 然后这个新的范式 刚刚我看到这个战友在这个评论区里面说新范式 那我这两天也是认真的再去理解了一下这个范式思维 什么郭先生提到的这个范式思维到底什么意思呢 到底啥意思 这个范式思维实际上就是一个 我们可以讲说是标准化的思维 或者说是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方式 而我认为的郭先生老师提到的范式 实际上是说他要破除这种规则 而建立起一套新的规则 而就是说我们要破除这种老的范式思维 然后我们有一套新的规则 那么新的规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那么最近这个新规则的建立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这个刚刚说到了视频里面 说到说新中国联邦就要有这个建立的新规则的人 然后要有我们自己的人才 重要的就是人才 人才要走在这个别人之前 那么如何人才才能走在别人之前 那么首先我们的人才所有的思维都要符合我们新的规则的这个逻辑 那么我们新的规则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我觉得具体什么规则我们不谈 那最重要的基石就是自由民主平等 以家庭为中心 家才是你一切的 你的快乐的来源 你珍惜的来源 你奋斗的这个目标 是不是不是那个所谓的国 刚刚他说那个皇帝啊总统啊什么去什么的 对吧 好 那么上帝的原理信仰回归人生平等 然后这个大家说我的头发好看 这个大家看看我的头发就知道 艾伦老师来过我家了 其实他什么也没弄 教了我一套新的方法来处理我的头发 他真的一刀都没剪 教了我一套新的方法处理我的头发 然后头发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那那个叫什么呢 这个我看看啊 这就是这个样子了